你去给我买鸡腿 好的主人 你去给我写作业 我这就去 你代替我去和大家玩游戏 明白 大好了 这下我就能在家里 安心看电视了 大宝 你怎么能让银子帮你做事呢 真太危险了 有什么危险 我才不信呢 小雪你快走吧 别耽误我看电视 竟然不听我的话 我再也不怪你了 大宝 你来回答这道题 这道题的答案是 我不想大宝回答吗 你是谁 我是大宝的影子 是他让我来上课的 什么 竟然偷懒不来上课 大宝真是太过分了 小雪 放学和我去他家 我倒要看看 他在干什么 好的老师 大宝 看来吃饭了 我来了 怎么是你 大宝呢 他说自己忙着打游戏呢 要我把饭抓进去 什么 真是气死我了 你回去告诉他 不出来就别吃饭了 哼 不吃就不吃 我才不稀罕呢 你 给我出去买流食 好的主人 老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里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睡倒呢 对不起 是我跑得太快了 是大宝的影子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大宝饿了 让我出来给他买吃的 什么 大宝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走 我和你一起回去 你 把今天的作业 抄行一百遍 可是老师 只布置了五遍 还敢听嘴 肯定是你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 爸爸妈妈才受我的气的 快给我洗 好吧 我洗 还有你 给我出去跑五千米 可是 我什么都没做啊 你是我的影子 我说什么 你就必须做什么 快去吧 我这就去 等一下 大宝 你在干什么 哦 老师 你们怎么来了 大宝 你怎么能什么事情都让影子帮你做呢 他们是我的影子 我让他们做什么是我的事 才不要你们管呢 大宝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真是太过分了 我这就去告诉你爸爸妈妈 小狗猪 影子吧 狗抓住他们 你们怎么不动 大宝 你太过分了 我们再也不要听你的了 请敢反抗我 我这就把你们授起来 影子模仿 我怎么也变成影子了 让你欺负我们 你就好好尝尝当影子的滋味吧 什么 不要 大宝 快去认错吧 你爸爸生气了 怎么有四个影子 大宝去哪了 小雪 我在这 快救救我 什么 你是大宝 你怎么变成影子了 是我们干的 大宝一直欺负我们 这是给他的惩罚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快把我变回去吧 我怪 想变回去很简单 只要小雪能认出 我们中间谁是真正的大宝 将那人解除魔法 小雪 你一定要认住我呀 好难呀 根本犯不出来 小宝马 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大宝吗 我给他们打上偏好 你们快告诉我吧